所以我们中国就采取就地保护的办法 在它的原生地,在它的栖息地来保护它 有东方宝石之称的珠环是6000万年前就已存在的古老物种 在日本俗称桃花鸟 曾一度广布于东北亚 但如今仅在大陆汉中盆地上存野生族群 珠环全身羽毛以白色为主 面部、颈部及脚呈鲜红色 平均寿命为20至30岁 珠环它是对食物要求非常高的一种鸟类 它只吃活的,不吃电脂腐烂的食物 而且珠环它是对爱情比较忠贞的一种鸟类 它也有爱情鸟之称,一生只会找一个配偶 如果说配偶不幸去世的话 珠环是不会再重新另找的 所以这两个原因也就是珠环数量比较少的两个原因之一 珠环也被称为吉祥鸟 但它一度被认为在野外已经灭绝 当地政府就透过了一系列的生态保育工作 到现在整个世界的珠环已经超过了7000只 我们来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世界上最后的起珠环是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的 因为同期日本可能他们把野外的无知珠环捕捉起来人工饲养 那就宣告野外灭绝的 所以我们中国就采取就地保护的办法 在它的原生地,在它的栖息地来保护它 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呢 刚开始要遁守监护 那个时候是在珠环的繁殖期嘛 潮数底下24小时不能离人 如果发现一旦有天地来攻击它 或者说是小鸟、幼鸟坠潮 那么我们可以要进行一个救治 在它的潮数底下裹上塑料纸 或者是放上刀片夹 以防这个蛇、黄鼠狼 还有一些幼克动物爬上去 危害它的蛋 还有危及到猪环的这个幼鸟 我们还定期地在水田里边 给它人工的这个捕出食物 投一些小鱼啊或者泥鲲 能让这个珠环的预除期 能让它的漆鸟找到这个充足的食物 来补与后代 在游荡期的时候 也就是每年的繁殖期结束 7到11月份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加强外的监测和保护 包括病伤珠环的救治 搞野生动物保护 是要耐得住寂寞的 对吧 天天跟野生动物打交的 借用刘老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 珠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鸟 只要你和它相处得久了 你就会爱上它 就我来说 我和珠环相伴的这十年的话 我现在对她这个感受不深 她的这个叫声 还有她的非常的一些姿态 包括她的一些行为 就很瞬间让我感觉到 就特别的激动